吉林鼎属于贡寮区最偏远的山区 李明以农牧生活为主 居住分散 地形错综复杂 因为使用野稀当自来水源 多年下来 夏季末期的水量就十分的不稳定 尤其在内辽街17号一带住着约20户人家 他们住在几乎是贡寮最偏远的山区里 常常是要下山取水 十分不方便 因为他这里是最关山 完全都没有水源 如果到夏天 冬天吸入山区水 到夏天差不多三个月都要去外面 用宅的宅水来 所以很辛苦 共劳区吉林鼎内辽街17号一带 自然水管线无法到达 当地李明的水塔大多是取用三间野稀 但每当枯水期总是无水可用 还需要到山下载运饮用水来使用 市府水利局的一个协助 我们针对我们自肥寮的部分 我们花了今年花了540万的一个经费 针对我们自肥寮那边大概20几乎 大概100多人的一个部分 我们已经完工 针对我们自肥寮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设计一个简易自来水 让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众都可以方便的取水 很感谢 感谢市長有照顾我们偏远地区 我们这里其实用佛还有20通佛 所以说很感谢 还有几位也都做好了 我们虽然是说山顶不过 但是水真的是都在高山 像我们的一边那儿 没办法内辽街23号那儿第8年那儿 完全都要靠简易自来水 事实上因为吉林里属于 共辽地区最偏远的山区 许多自来水管根本无法抵达 因此这几年在吉林里 也陆续增设了简易自来水设施 虽然位处偏远 但是市府还是积极照顾到每个角落 让里长倍感握心 介诚威 共辽采访报道